中秋节才刚过 广场上竟然有人在生火 还有人在一旁打地铺 但这不是在烤肉露营 全是花莲珠西乡 轮田部落和食品部落的居民 918的这场地震 大家都吓得不敢回家 就怕再有地震发生 来不及逃生 民众直接带着家当 在门口搭帐篷打地铺 唐一也放在外头给长辈休息 有人睡在车上 也有人直接搬到篮球场 这场强震让居民心情 还无法平复 居民无奈祈求地牛别再翻身 只能先离开家园 另外在玉里镇的春日国小 也因为地震导致校舍坍塌 二楼走廊整层塌陷水泥石块散落一地 校方急忙拉起封锁线 钢筋水泥全都外露硬生生断裂 明明是周一上课时间却都没有学生 因为地震只好停课 只是后续校舍维修该怎么办 目前先把教室里面的空间可能要稍微调整 调整到可以上课为止 如果说里面的教室还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可能要采线上的教学 春日国小校舍有些没有受到灾损 但为求谨慎 校长强调人会一一检修 直到可以上课为止 这期六点八的强震 就怕外出上班上课增加民众危险 花莲玉里镇 复里及卓西巷 还有台东关山镇 陆野及池上乡等乡镇 停班停客影响花东地区九个乡镇 强震过后仍不断出现余震 现在大家只盼望地震别再发生 能够恢复平静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